市区有一家精品店 以改良是旗旁为主 业者李玛丽在基隆创电20多年来 累积了不少忠实顾客 修改或是再添加样式都不收费 而且衣裳一看就像是量身定做的 绝无仅有 超级亲切又不加价的服务态度 让老顾客一根就是20多年 不管是修改长度 或者是想要加秀修饰 玛丽老板一定帮到底 最赞的是不多收钱 而且使命必达 曾经要帮带去法国 参加喜宴的顾客修改衣服 因而手骨折 真的让顾客好感恩 因此在基隆创业这20多年来 累积了许多好朋友 因为我本身喜欢画国画 喜欢写书法 那这个旗袍又是我们 中国传统女性的最代表性的服装 能够跟我的绘画书法连结在一起 那来玛丽这边最主要的优点是来这里交了朋友 玛丽她对人非常的亲和 喜欢这里就是穿起来就是旗袍是改良的 穿起来不会像以前那么拘谨 所以蛮喜欢的 服务态度很好 又很 就很 时尚 今年旗袍流行的花朵图案 玛丽很详细的介绍 每一季都会去参加发表会 了解最新的流行资讯 回来带给顾客 造型的变化 或是一些花卉 还有一些画的 一些中国风 然后改良式的 我店是卖旗袍嘛 所以我就把我特色 发扬我们的传统美的 就是我们的国服 就是旗袍 然后她是改良式 她不像以前 蒋夫的那个时代 她是穿起来很老气 穿起来就是 那现在她是改良式 穿起来有点俏丽 有点时善感 有点时善元素 让你穿起来就是 恶如多姿 然后又更俏丽 更漂亮 创业过程非常艰辛 因为帮人做宝 苦撑十多年后 终于还清债务 说起这一段 很苦的岁月 她平静地讲出 因为解决了 又放下 让她有一个全新的人生 因为我一直跟自己讲说 我一定要加油 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我的未来可能是黑暗的 我要我的未来是一片彩色的 她以自己的例子 鼓励遇到困境的朋友 勇敢面对解决 然后放下 就像她的创业名言 人再穷再苦 都要穿得美美的 抱持乐观的态度 每天睡前 帮自己加油打气 真诚待人 就像她一样 在旗袍界打出一片天 也结交到许多好朋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好朋友 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